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在乌俄战场可谓是出近了风头 凭借着超强的性能在乌俄战场大受欢迎 一度成为明星产品 这款火箭炮机动灵活 配合着精确制导弹药 打得俄军非常头疼 在战场经过检验后 最近传出美军准备大量增购海马斯火箭炮 并且射程还要大大提高 这段时间美国陆军城堡司令部 也就是俗称的红宝石工厂 正式发布了信息需求 要求洛马公司全力生产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并且要在2024年至2028参年 以每年96套的速度进行生产 这次美军下的订单达到了480套海马斯 与此同时 美军也在同步进行新型远程精确打击火力的试验 一旦试验成功 就意味着美军将拥有新一代远程压制和摧毁装备的武器 能够弥补美军现有火力的打击空白 很多人就有质疑了 一向强调空军打天下以空置录的美军 为什么会在远程火箭炮上一再进行投资呢 说实话 这还是因为当初中导条约的影响 当初各国积极推进的条约本想着专门用来限制苏联 谁称想 几十年后成了限制美军发展的紧箍咒了 签署条约的大受限制 没签署的则是大力发展 所以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紧箍咒去掉 解除美军高科技军事发展的束缚 而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其实就是为了研制新型火力 同时也为部署亚太铺路 美军刚退出条约就进行了多种导弹的试验 当然火箭炮的发展同样也在这个行列 美国这两年试射的火箭炮 分别由雷神公司和洛马公司进行研制 射程通通达到了500公里以上 是美军现役火箭炮最大射程的三倍 美军表示如果一切进展顺利 新型火炮将在2027年具备完全作战能力 美军也为两家公司提供了1.16亿美元的研发资金 并要求他们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 设计新型远程打击火力 雷神公司将自家的产品称为纵身打击导弹 洛马公司则没有专门确定名字 两家研发的武器将是一种高度集成化的 D对D弹道导弹 可以在美军现役的M270和海马斯火箭炮上进行发展 根据美国陆军对远程火力打击装备的任务区分 无论是雷神公司的纵身打击导弹 还是洛马公司的高度集成化D对D导弹 都被统称为远程打击火炮 配属美国陆军炮兵部队使用 能够为美军提供无缝打击火力 作为远程精确火力项目的一部分 新型远程打击火炮 可以使用精确的远程间接火力 攻击破坏压制和摧毁敌方目标 美国陆军作战单位 就可以在执行各种强度的远征任务时 得到装备新型远程火力的野战炮兵部队 全天候全天石全地狱的火力支援 在这个项目之前 美国陆军装备的两款 具有弹箭合一发射能力的火箭炮 主要使用的导弹 就是MIM-140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属于一种陆基进程战术弹道导弹 目前也发展出了不少版本 最先进的型号 比早期版本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从美军公布的情况看 现有ATA-CMS装备数量 无法满足2018年后陆军需求 ATA-CMS在2007年停产 共生产2900多枚 目前库存1000枚左右 而且已接近寿命周期 同时 美军受2008年签署的 极数炸弹公约限制 2018年后 美国库存中超过50%的 配有子母战斗部的ATA-CMS 将被迫停止使用 这使ATA-CMS不可能再度生产 尽管一部分ATA-CMS弹被列为 严寿项目处理 但现已ATA-CMS射程有限 弹上通信系统制导和导航系统技术 陈旧 同时ATA-CMS经过多次改进 潜力已经挖进 原有技术架构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性能 满足未来作战需求 而且ATA-CMS导弹的体积有点大 一辆M270火箭炮 只能携带两枚ATA-CMS导弹 一辆海马斯火箭炮 甚至只能携带一枚 这就意味着ATA-CMS导弹 在今后必然会制约 M270和海马斯这辆多管火箭炮 作战性能的进一步发挥 并且也无法满足未来陆军的实际作战需求 所以美国趁着中导条约的取消 专门发展一款能够配合M270的海马斯 使用的新型导弹 洛马公司就是在这样的需求下 才开始研发陆军精确打击导弹的 洛马公司的产品是一款陆基战术导弹 实际射程达到了499公里以上 甚至具备打击1000公里距离范围内目标的能力 在未来战场上 能够覆盖的范围也远超ATA CMS导弹 由于射程提高的原因 其自身的分类也从原先ATA CMS的陆基进程战术弹道导弹类别 提升到了陆基中进程战术弹道导弹类别 相较于ATA CMS导弹 陆军精确打击导弹拥有量向最大的进步 其一就是体积大幅度减少 使得M270和海马斯能够携带的数量也较多了 一辆M270可以携带4枚陆军精确打击导弹 而一辆海马斯则可以携带2枚 水面移动舰艇目标的打击 也可以这样说 当配备陆军精确打击导弹后 美国陆军也拥有了比较强的远程反舰作战能力 这对陆军来说将是一个巨大提升 目前美军正在利用海马斯火箭炮进行战场试验 以此来验证其在性能上的可靠性 在谈到美军为何青睐新型远程地面打击火力时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为了填补空中支援火力的空白 从伊拉克战场得到的经验表明 美军指挥部低估了作战部队对各种支援火力的需求 同时也高估了空中支援部队的能力 在城市作战中 特别是像空降师这样的轻装部队 需要强大的近距离地面火力支援 用来对付藏在兼顾作战攻势及建筑物中的敌人 这时最为有效与便捷的方法 便是请求炮兵火力支援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 美军作战部队在遭遇敌强大火力时 已经习惯在第一时间呼叫空中支援 而不是炮兵 美军缺乏在全天候条件下 对远距离目标的打击能力 而以现有的发射器 发射两枚远程精确火力导弹的方式 相比于增加单发威力的改进方法 更加有效而且经济 而且空中力量很容易受到地形 气象时间以及持续作战能力的因素限制 这就意味着空中支援并非随叫随到 即便战机勉强抵达战场 也无法向地面部队提供长时间的遮盖式掩护 这就使得战场上的火力支援经常出现空白点 需要得到其他火力打击形式的补充 这并不是美军对未来作战环境的考虑 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 当年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企图利用沙尘暴的掩护 对美军第三步兵师和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进行攻击 为了协助这支远征部队 美国出动了空中支援力量 但却发现沙尘暴的影响超过想象 大多数美军战机无法向地面部队提供支援 即便有些战机坚持起飞 但作战效率大打折扣 当时参战的士兵表示 是装备战术导弹的炮兵拯救了他们 配属这支部队行动的野战炮兵营 成为了战场火力的主角 如果没有炮兵的支援 这支远征部队有可能全军覆没 如果在未来战场 美国面对拥有严密防空作战网络的对手 美军战机如果不能建立空中优势的话 意味着地面部队得到有效空中火力支援的概率将更低 而针对上述问题 最具操作性的解决方式 就是发展陆籍远程打击火力 美国陆军野战炮兵装备的战术导弹 曾在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以及阿富汗战争中 取得良好的实战效果 在沙尘暴肆虐的环境下 美军第二炮兵营创造过两天内发射50枚导弹的记录 使得美军保持了对伊拉克军队的打击强度和作战节奏 这也让地面部队发现海空军的支援并不可靠 迫切需要一种能在全天候条件下 为地面部队提供远程火力支援的自家火力 联合作战支援体系被打破 再过美军地面部队主要靠海空军控制区域 防止敌人空袭 提供火力需求 但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远程陆基反舰和防空导弹 使美国现有的联合作战支援体系已经被破坏 所以陆军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重火力 除了支援陆上部队外 甚至需要为海空方面提供支援 这就是美国陆军所谓的跨区域作战 以对抗具备区域拒止反介入防御能力的对手 同样 这样的对手也可能在欧洲波罗的海和黑海这样的狭窄水域与美军交战 而摧毁敌舰队最好的办法 实际是地面上无法沉没的导弹基地 尤其是今年乌俄战争爆发后 远征火力在实战中的表现 也是刺激美军发展新型远程火炮的因素 通过电子战 战场网络以及无人机 配合远程火炮作战的能力 使得重型地面火炮重新焕发火力 在精确性 火力密度以及打击范围方面有了新的提高 由于美军要求新型远程打击火炮项目 要最大限度的使用现有成熟技术 而且还可以通过美军现役的M270 和海马斯火箭炮进行发射 符合美国控制军费节约成本的原则 新型远程打击火炮的尺寸变小 不仅增加火箭炮携带量 同时也会大大缓解后勤木门 对炮兵部队的保障压力 此外 由于采用了更新的技术和工艺 新型火炮还提高了对坚固目标的硬摧毁能力 以及面目标的大面积杀伤效果 并且新型远程打击火炮还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这就意味着未来可以在这上面 继承更加先进的技术 比如火控软件 引导系统等 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鉴于美国陆军目前装备的战术导弹发射系统 以及各种型号的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已接近服役年限 新型远程打击火炮将成为美国陆军炮兵部队 未来的火力骨干 帮助美国陆军在未来的高威胁环境 以及广阔地域下与对手交战 在远程精确火力项目中 美军不仅要求加强战术层面的火力 还要立足战略和战役层面 全面推动美军现役装备系统的全面发展 并计划对炮兵部队的榴弹炮 制导火箭炮和导弹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 使其射程从当前的30至300公里 提升到70至500公里 并在未来5年内投入部署 其中榴弹炮用于前线部队的近距离交战 制导火箭炮用于深入敌后的增援兵力 以及无极限 导弹则是用于对敌方纵身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而这正是由于美军在近些年战争中所得到的经验 你觉得美军这种转变是对的吗 炮兵部队在未来战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吗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